老花一美日一达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蚊问题 第一个话说 坐标广东佛山 两盆羊台盆栽的柠檬 你这被虫子啃了 被虫子啃了 我有什么办法 这一看就是一些青虫类的 你理解不了 就是那种会变蛾子的那种虫 咬的一般都是 这个可以用点药啊 你现在问题 最关键的是 它是不是吃了已经跑了 吃饱了跑了 它还来不来 对吧 你如果说 正反面你看不到有虫子 你可以不用用药 那种就属于小偷 没必要 你用上药干嘛 好吧 现在就这么情况 它采花大道 它来了吃了就跑 那有什么招 你用药 它不是说来了以后 你用药 把它给狙杀了 可以用啊 食用柠檬 你如果你可以用啊 负责人来告诉你 好多你能吃到的一些水果 都会残留超标的 下个车宝说 黄金花月叶子上面 有黑斑是怎么回事 没有事就跟我一样 我脸上也有斑 怎么回事 你养个花 你还得看看背面有斑吗 你这跟找对象一样 你还扒了个 你看看脚底板 下面有没有字啊 太迷信了你 下个车宝说 求助我的话 以坐标北京的 绿天鹅入下 一天比一天搭了 又回事还得半点 月子快死了 半个月前 给它套了个大盆 出现问题又给换回来了 你倒是挺能折腾啊 这老叶黄 给它剪了吧 它搭了 它长了不搭了吗 缺肥了它不搭了吗 光长高 你不给它补肥料 它瘦瘦弱 长长的就搭了了 剪掉不行就 然后适当地给点肥料 不知道用啥的时候 可以选通用型的 好吗 说吧 缓施肥就更挖帅了 花了多优质 可力控施肥 下个车宝 每天一个小时 逛到北京 四度四五十 大盆里边有淘地 小盆里边放到大盆里 一都得 浇水没有冲 咋的了 咋的了 一个叶子上面 逗大个坑 跑过来问 那花一眼 那个咋 没咋的 有个小坑 剪了就完了呗 而且这一个花都 已经快卸了 该修剪了 不止一次的 跟花耳门说对吧 你像老叶啊 老花啊 剪啊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啊对吧 你别让那一个 他站着毛坑的 不拉把吧 那个不行 休闲的呢 自己心疼待细 用点肥料就行了 养的挺好的 夏之宝 判断的是活了 死了 怎么营萌 沙律 啥问题 谢谢 啊 你 你弄一根柴火 插花盆里干啥呀 还有这个操作吗 人都养花 你养柴火了吗 干啥 他说下一个 开始变黄了 这个有点过晒了 有点缺肥了 因为他在结果期啊 他会大量的 自身的一些营养 都着重的去供给结果 所以说呢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用一些肥料 我看你是地栽的 弄点粪肥啊 多弄点粪肥不烧花 好吧 多弄点粪肥 周边给它忽满 然后呢 想起来的时候 用点磷酸二兄甲 就可以了 别的没啥了 夏之宝说 老花一 自着花 那这样黄叶原因是什么 坐标 北京 西洋台 整天开窗 怎么地 没啥事啊 黄个叶 黄个包 那不就是 水肥供不上的事吗 用点肥掉啊 黄叶的 这个就是缺肥的 这不是 这不是说你用药 又打个比方说 我大舅子 营养不良 有点贫血 你供我吃点啥药 我说你回去 回去 给我大舅子炖个鸡汤喝就行了 好吧 也给你们一碗鸡汤 我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其他问题呢 视频下留言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来了 哎 嘿嘿 嘿嘿